高金素媒14号在台立法机构质询陈建仁时 质疑美国国务院公布的所谓台湾学人计划 是在祸害台湾 也让号称温暖的陈建仁被戳痛楚 当场变脸 所以乌克兰要投降吗 谁是股权和平 谁是股权战斗 谁在毁坏世界的和平 全世界的人都看得非常清楚 只要是美国介入的地方 要不就是为了石油 假借西方民主 然后去残害别人的国家 你们不要在这里再帮美国擦脂摸粉 结果高金素媒话音未落 及遭到台行政机构负责人陈建仁 气急败坏的打断 停起你们的腰杆 然后摆脱美国的操作 我们不要复制日本跟乌克兰这样子的下场 高金素媒指出 台湾民众一路走来 眼睁睁看着美国如何掌控民进党当局 做了很多令人生气的事情 难道除了言听计从之外 就没有所谓的智慧和骨气 他表示台湾民众需要和平 不需要战争 民进党当局不要唯命是从 让美国假借所谓西方民主残害台湾 我们不要备战 我们要避战 台湾人民需要的是和平 在美国假借中的带博 来一下 我们选择 来一下 我们选择 我们选择